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Albert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用最懶人最輕鬆的方式去記錄下這些旅遊的影片 那我今天就來分享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我身上會有怎麼樣的設備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 我主要拿來拍AERO的相機是這台GoPro 11 當然我還沒有升級到12 因為我當時買完11之後12過沒多久就出了吧 然後我去觀察了一下11跟12的規格 其實大同小異沒有差太多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再多花幾千塊去換一台12 所以這台11已經跟了我應該有快兩年了吧 我是從GoPro 9開始使用 然後中間10代沒有使用後來換到了11代 然後現在12代我也沒有換 它接下來可能會出13 但我接下來13我也不一定會使用GoPro 因為我這邊要來跟大家分析我GoPro怎麼去設置它 然後可以讓我在影片後製的時候有最大的寬容度 那我也會去分享一些GoPro好跟不好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取捨一下究竟是不是要跟我拿GoPro出門拍片 因為GoPro確實現在就是很小的一台 你在哪裡都可以記錄下很多的畫面 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GoPro平常都是怎麼設置的 我通常會拍到4K然後60幀 就是4K 60fps 然後通常這樣的狀態是因為這台目前GoPro的 我不太確認12 但是11 4K它最高的FPS它就只能拍到60 我通常在一些譬如說我要用GoPro的畫面去補我的B-roll的時候 我會把速度放慢但我通常只會放慢到80%左右 可能60fps它的幀率還是不夠多 所以有時候那個畫面看起來會一格一格都不好看 所以最後就放慢到80%而已 它8比7的比例 基本上要使用YouTube比例的影片 或者是我要把它剪成直式的段影片 都會有很大很大的可以調整的空間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使用線系 必須要用廣角 但是邊邊這4個角通常就是會變形 那我怎麼去解決這個變形的問題呢 因為我通常是踩橫的嘛 或是踩直式的影片嘛 那當我一踩掉的時候 其實那個變形的部分也被踩掉了 所以基本上不會看出太多運動相機的感覺 再來呢我的位元基本上是開啟10 因為這樣可以捕捉到更多的顏色嘛 那清晰度呢我會調整為低 因為如果GoPro的清晰度你調高的話 那個畫面看起來會太銳利 然後到後製的時候會很難去調整它 那色彩呢我也是調平淡 我不會使用它GoPro那間的色彩 因為平淡在我後期的調色啊 我在後期後製的調色上面 會有比較多的寬容度可以去使用它 然後基本上呢就是GoPro的部分 我就是這樣藍藍的一台去使用它 對我來說是很足夠的狀態 基本上GoPro還有一個一點呢就是 我一定會把它的聲音關掉 因為我們帶這麼小的相機出去 就是為了不想要讓路人 尤其是在一些譬如說日本或韓國這種國家 他們很介意別人拍攝到他們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把聲音關掉 因為讓人家比較不會有那種 被攝影機對著的壓力 所以我把我GoPro的聲音其實是關掉 這樣拍起來是也比較自在也比較舒服的 GoPro最常遇到就是煤電 就是電池不夠力的問題 我有三顆的電池 一顆是原廠的加強版電池 這白電池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兩顆呢是這個 Telocentral的也是加強版電池 但GoPro有一個很大的詬病 就是它通常這顆電池它也是主打 在一些譬如說高溫或低溫的環境下 可以很有效的使用它 然後它的電池能量也是足夠的 但上一次我的經驗 比較嚴重的是今天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日本冬天的時候天氣太冷了 所以我的電池 不管是這顆原廠電池 還是這顆副廠電池 基本上到最後都拍到大概 剩40%電力的時候 它就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拍了 這兩個版本的電池是這樣子 所以拍起來就會特別的沮喪 通常你拍到半月會沒電 它又不能繼續往下拍 所以就是會很困擾 目前我還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解法啦 因為其實GoPro 在換電池上面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我有接麥克風嘛 然後我有接這個多媒體麥克風組嘛 所以它要換電池是很麻煩的是 你還要拆下來 然後把它拔出來 再換電池再上去 那個過程基本上要花到一到兩分鐘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的惱人的 但我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 有比GoPro讓我個人使用上手的一個 我以前剛開始拍攝的時候 我是用Canal的M50 但我覺得帶相機出門拍攝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追求 畫面一定要很漂亮 或是我要拍到很多很漂亮風景畫面的人 我比較追求的是 內容跟我拍到的人有沒有去 所以我後來就是 把Canal的相機帶出去拍了幾次之後 發現真的拍起來太吃力了 當我舉著相機的時候 沒有辦法舉太久 這是目前電池我遇到比較大狀況的部分 然後我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 合理跟有效的解法 因為它就是一台運動相機嘛 所以它不太追求 這個收音要多清楚 所以我後來就去接了這個媒體模組 那這個媒體模組這樣接上去之後呢 這邊就多了一顆麥克風 但這個麥克風也是一個缺點 它只能選擇前面收音或後面收音 那我的影片呢通常都是我在後面講話 然後我前面還會再拍一個人嘛 所以就會有時候很難取捨 那你要收到比較清楚的聲音 我也只能選擇前向這邊指向性收音 那我每個人每次 我就必須要靠著GoPro橫鏡講話 才收得到我的聲音 而且我要講非常大聲 它才會聲音是清楚的 所以這點其實是蠻困擾人的 所以最後呢 我又想了一個解法 我開始在網路上搜尋各式各樣的麥克風 比如Rode麥克風 或者是各種YouTube在使用的無線麥克風 然後被我找到了這一組麥克風 也就是我現在省上的這一顆 它是DZi出了第一代的麥克風 當然現在出到二代 但是我是在它二代要出前買的 所以那時候特價了很多 我買的是這個一對二的麥克風 它非常的方便 它就是基本上它現在有一顆 是在我的手機上面的 它裡面的組合呢就是有 一顆的接收器 然後兩顆的麥克風 跟兩個轉接頭 一個是Type-C 一個是iPhone Lightning的轉接頭 那基本上這一組在用起來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我目前還沒有遇到一些 無線麥克風斷線的問題 收音都還是蠻清楚的啦 那在這個上面的設置呢 我也是通常都會設置 它有一個防爆音的裝置 讓你的收音在最後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是爆掉的狀態 它有一個安全的直在 所以我都會把那個按鍵開啟 我急推這一顆DZi的麥克風 因為它真的真的很好用 然後收音品質非常非常的穩定 你怕如果這揭發器有可能會斷線的話 它旁邊還有一個錄製的按鈕 只要按下去呢 它就會再額外的多錄一個音軌 可以在你的麥克風裡面 然後你可以將那個音軌拉出來 如果不幸的你的麥克風是 沒有收到音的狀態下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再來就是腳架的部分 我跟你講我目前花了最多錢 繳最多全費的一個項目 因為我一直在尋找一個 讓我好攜帶 然後又可以有很多功能的腳架 所以我買了很多 比如說一些副牌 比如說GoPro原廠的第二代三折桿 我真的買了超多超多的腳架 我花了腳架的錢應該有破萬元這麼多 然後最後最後 真的你只有使用腳架 真的只會有一隻 所以你真的要去找到一隻最適合你 你覺得最方便攜帶 然後功能性也最符合你需求的一個腳架 我覺得是最最最最棒的 不要花太多冤枉錢 我買了一個GoPro二代的三折腳架 我用不到半年它就斷掉了 而且它非常的難使用 非常非常的卡 後來呢我在日本呢 就是因為我在 我是在東京那時候斷掉的嘛 然後我就沒有腳架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就又在 我在尤多巴士後來又找到了這一根 Joby的伸縮感 然後它好處是 它大概可以伸這麼長 然後這個長度也是 我平常最多最多會使用到的長度 我可以收錄到我想要拍的人的畫面就好 然後重點呢是它還有這個三角的底座 你可以擺在地上拍 我可以拍很多B-roll的畫面啊等等的 我都會用這個方式拍 所以目前來說 這隻Joby的腳架 是我找到最方便 最符合我需求的一個腳架 然後它的價格也沒有很貴 我記得只會台幣好像是一千塊 還是沒有超過一千塊 我已經忘記了價格了 但是這隻腳架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實用 而且大小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希望有更小的GoPro的腳架 是可以讓我放進口袋裡面的 但是你知道我GoPro上面通常都會接很多東西 像接麥克風啊又接線 然後又接一個媒體模組 所以我的GoPro通常到時候會變很大台 我也不太可能放進我的口袋裡面 所以有一隻更小的伸縮腳架 那隻我也買過 但我後來就是又賣掉了 因為我覺得那隻對我來說不實用 目前我用過最實用的真的就是這一隻 價格合理的後又好用的腳架 就是舊比的這一隻伸縮腳架 當網路上買GoPro的時候 他會說送你記憶卡 就是送你一個128G或256G的記憶卡 但通常那種送的記憶卡 真的在寫4K的影像的時候 真的不行 記得你自己如果追求影像的畫質 那個記憶卡一定要買4K寫入速度的記憶卡 不然它很常有時候在寫檔案 寫記憶卡的時候 你會拍到一半它會當機 所以大家在選擇記憶卡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 最後一項 我比較常拿來拍B-RAW的設備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相機 因為我個人真的非常討厭 帶一台大相機出門 因為真的有時候相機太重 真的會影響你要拍攝的欲望 所以我這個人是越輕便越好 講到這邊我覺得我已經快幫DJI業配了 因為我已經最近已經那個心已經在飄移了 我本來是一個很忠實的GoPro的使用者 但是那個DJI Pocket 3 拍出來的畫面我可以接受 然後它又非常小一台 我完蛋了 我真的好像快跳槽到DJI了 GoPro真的是對不起喔 除非你們出下一個星期的時候 就找我看一下 我考慮繼續使用你們的產品 但最近我真的被DJI燒得太嚴重了吧 好 扯遠了 我通常拿來拍B-RAW畫面的器材呢 就是這一台Google Pixel的手機 當然你是用iPhone或者是用其他手機 我個人覺得都好 就是你自己習慣就好 因為我這台Google的Pixel 7 Pro呢 我曾經使用過 我帶去了泰國 然後有一次在一個很暗海岸的環境下 我用4K 60 幀 然後我想要拍螢火蟲的畫面 因為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但是我還是拍得出來的喔 手機的攝影的功能是越做越厲害 其實已經雖然沒有到真的相機這麼頂規 但是其實他拍出來的畫面 基本上已經很漂亮了 基本上我就是用這兩個東西 在拍我所有的影片而已 我沒有太奢侈的設備 我其實剛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我都在追求一種 我一定要用到很高規格啊 我的畫面要多漂亮啊 但大家知道那些漂亮的畫面 真的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然後用錢你買了那些設備之後 基本上你又不一定在外面可以扛得了這麼重的設備 然後你要拍旅遊有一個人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個朋友跟你去 他要協助你拍 其實大包小包的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雖然我的旅行的畫面真的拍不 很多專業的拍旅遊的YouTube 可能真的拍得很漂亮的狀態 但我覺得以我個人的需求 因為我個人是很在意我的內容有不有趣的人 對於畫面其實我真的還好 至少我的內容是要對各位觀眾來說是有趣的 所以我就是用最方便最簡單的方式來進入這一天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喔 如果你覺得你有更輕便可以拍出更好畫面的方式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